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丽丽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玩具 就是乐吉尔和她的梦幻洗衣套装 这里面有各种洗涤用品 自动洗衣机 漂亮的衣服和硬碳工具 接下来我们请乐吉尔小姐 给我们介绍这款超级梦幻的洗衣套装吧 有请乐吉尔小姐 嗨小朋友们 我就是金发乐吉尔 我有一头漂亮的长长的金发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条裙子 它是粉红色的 上面有两个兔子耳朵的装饰 下半身的裙子是设计的公主砰砰裙的样式 我的脚上搭配了一双霉红色的高跟鞋 我的性格温柔善良 而且我非常爱干净 所以我很擅长洗衣服 现在让我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的梦幻洗衣套装吧 这个蓝色的篮子是一个衣物提篮 我用它来装上衣物去清洗或者晾晒 都非常的方便哦 这是一个黄色的熨烫板 可以帮助我把衣服铺开进行熨烫 上面还有乐吉儿的粉红色英文字母呢 再来看看梦幻洗衣套装的主要电器 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自动洗衣机了 它的旁边是一根出水管 衣服甩干的时候 水就可以从这根管子排出 这一排是衣物清洗的功能键 粉红色的按钮是开关键 打开洗衣机的透明盖子 可以看到洗衣机的内部结构 里面有一个蓝色的转衣桶 底部还有一些排水孔 洗衣机的底部是电池盒 我们用螺丝刀转开螺丝钉 在里面装上三节五号电池 再盖上盖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启动洗衣机了 看 转衣桶转起来了 这边还有一些洗衣服的小工具 我们把它们也取下来吧 这是一个黄色的电运的 当它加热后 就可以将衣服熨烫平整了 这个黄色的瓶子里装的是漂白液 我用它来清洗白色衣物上的污迹 这是一瓶绿色的洗衣液 它可以产生好多的泡泡来洗干净衣物 这是一瓶柔顺剂 它可以让衣物保持鲜亮和柔顺 再来看看这些 它们都是我喜欢的漂亮衣服 这些衣服洗好后 我会把它们挂到晾衣杆上 自然晾干 小朋友们 正好今天我的这些衣服都已经脏了 我把它们都装到了蓝色提蓝里 现在就跟乐介儿一起去学习怎么洗衣服吧 对了 差点忘了洗滴用品 拿上洗衣液 还有衣物柔顺剂 这瓶黄色的是漂白剂 今天没有白色的衣物 不需要使用漂白剂 乐介儿带着脏衣服和洗滴用品来到洗衣机旁 现在让我们开始洗衣服吧 先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 一条红色格子的半身裙 一条黄衣蓝裙 一条粉红色的长裙 一共三件衣物 再往洗衣机里导入洗衣液 再来一点油顺剂 盖上盖子 选择好洗衣模式 好了 启动洗衣机 嗯 洗衣桶开始转动 洗衣机开始工作了 自动洗衣机真是太方便了 乐介儿 你好 你是在洗衣服吗 是的 莉莉 我正在洗我的脏衣服 哦 我这里有一件蓝色的T恤 我可以用你的洗衣机一起清洗了吗 好的 没问题 给我吧 谢谢你 乐介儿 乐介儿把莉莉的上衣也放进了洗衣机里一同清洗 哦 洗衣机已经把衣服洗好了 让我把它们取出来 一件 两件 三件 四件 乐介儿把四件衣服放进了篮子里 现在我要把它们都晾晒起来 一件 两件 三件 四件 衣物在阳光的照射下 很快就干了 还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太好了 衣服已经干了 现在我们把它们收下来吧 接着我们要完成最后一步 把所有衣物都拿到熨烫板上 熨烫平整 熨斗已经加热完毕 开始熨烫吧 小朋友们要注意 熨烫的时候要朝着不同的方向 还不能把熨斗放在衣物同一位置太长时间 否则温度过高会烫坏衣物的 好了 让我们穿上洗干净晒干 还熨烫好的裙子吧 是不是很漂亮呢 嗨莉莉 嗨乐介儿 莉莉也穿上了经过清洗熨烫后的T恤 谢谢你乐介儿 你的梦幻洗衣套装真是太不错了 我也想要拥有一套 哈哈哈 搜索叮叮鸡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叮叮鸡爱玩具